如果武器的子弹出速都和VSS一样会如何 在吃鸡中VSS是一把连狙 但子弹出速很慢 只有333米每秒 弹道下坠非常严重 假如所有武器的子弹出速都和它一样慢 会发生什么呢 一再也没法打远战 在以前大部分枪械子弹出速都是很快的 都是能打远战的 因为子弹出速快就能越快命中远处的人 而且弹道下坠也越小 可现在子弹出速都和VSS一样 那就只能打中间战了 远战是别想了 二部枪机枪狙击击枪大削弱 实际中这三类枪的子弹出速都是很快的 最慢的都有600米每秒 最快的甚至有1314米每秒 可现在都改成和VSS一样 那这三类武器的优势就不存在了 用的人会少很多 三冲锋枪打加强 对于大部分冲锋枪来说 子弹出速变成333米每秒基本没有变化 因为冲锋枪子弹出速普遍都在300多米每秒 在其他武器都削弱的情况下 冲锋枪就是加强了 四十字弩爆炸猎弓有更多人用 对于其他武器来说 子弹出速变成VSS的333米每秒是削弱 可是对于十字弩和爆炸猎弓来说 是实实在在的加强 因为他们的子弹出速是更慢的 现在反而变快了 用的人会更多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还会有什么改变呢